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断超越自己 不断地去跟自己去做一个比赛 这种精神吧 这个是最大的魅力 前海洋第一 第二项亚洲记录诞生了 57秒93 亚洲记录提高了0.7秒 之前是觉得这个成绩可能只在我的想象中吧 其实真正到高水平的决赛的话 就从第一到第三之间可能只会差0.1 冠军赛的成绩也并不能保证说 稳稳的绝对实力能拿到金牌 所以0.7秒是不错 但是还不够 我的目标也是希望能去创造世界第一的成绩 比如说是历史第一 57秒69 金海洋兑现了自己的成绩 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心态好了 再次拿到50米挖勇的单向金牌 简单点说三个字随便游 就是随便游我都比你强 中国队赛今天最后一个金牌单元拿到了冠军 可能是也没有什么包袱了吧 现在比赛的感觉完全是享受比赛 20年到21年这段时间 其实练得也很认真 但是成绩却没有什么变化吧 也是有点不进反退 当时也是有点怀疑 这个第五季其实我觉得可能二年都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就也是那段时间比完摄影赛吧 可能就是成绩想得太多了吧 就是很想在比赛的时候也能表现出来 比完就消沉了一段时间吧 就想了很多事情 后来可能也就想清楚了 现在的想法就是 我只做好现在手头上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专注于现在在做的 专注于脚下 主要的就是自己想通了 就没有什么包袱了吧 这样的转变也是后来花了很多时间 我只能说是慢慢磨吧 就一点一点改吧 现在这个训练和备战状态 我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我认为经过每一天的训练 都会离我的这个目标 每一天都会更近一步 所以专注好就是现在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不用去想那么多 我相信肯定会有个好的结果 现在训练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 今天压运会的目标肯定是站上最高领奖台 18年雅加达亚运会 我还是感觉压力挺大的 因为也是第一次参加压运会 然后也很想拿到金牌 拿到了200混合200蛙的第三 就是铜牌 然后200蛙是差0.2秒 肯定还是稍微有点不开心吧 当时目标是奔着金牌去 也很想拿到金牌 这些压运会的话 我觉得还是放松了很多 一样是很想拿到金牌 但是怎么说就不会给自己那么多压力 就现在是这样一个 信念可能就是不服输吧 就是我总认为自己还可以做到更好 可能这就是我的信念吧 我是中国游泳队游动员秦海洋 如梦杭州 我准备好